嗨我是寶可夢 大家看到這隻老虎 哇 是不是會覺得非常有震合 就是讓你覺得非常有震撼 還是沒有 其實就是這樣子 因為天龍的話是一隻龍 那地虎當然就找一隻虎的圖片給大家看 結果呢 這隻老虎好像感覺起來好像有點 是不是剛睡醒 有點慵懶 對 但事實上我跟妳講 它不是一隻病毛好嗎 它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而且它其實也是現在行動支付台灣業 台灣行動支付這個產業裡面的龍頭 好不好 所以地虎支付呢 絕對不是你想像中的就是比較低下 也沒有 它其實也是從中南部上來 非常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支付業者 也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這個支付業者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是來跟大家聊聊地虎支付 這所謂的line pay money 好 那來看我們的主題 第一個就是這個 什麼是line pay money 那它的前身其實叫做line pay 一卡通 就是說它那個名字可能會人家搞不懂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後來他們 在去年的年底的時候 去年12月他們就把名字改掉 改成line pay money 那改成line pay money之後 它的logo就是 你這個右上角這邊看到了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它你應該慢慢的就會不陌生 其實你大概一天到晚都要用line 這個應該是知道line pay是什麼 那我們稍後也會再簡單的去介紹一下 那第二點要跟大家聊就是line pay line pay money 你一卡通 這到底又是什麼差異呢 如果您 之前有看我們這個所謂的天龍支付 這一集的介紹 你就會知道 我們介紹了第三方支付 然後這所謂的電子支付 跟電子標準業者 其實就是體現在這三個不同的產品裡面 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好不好 那最後最後就跟大家聊 說line pay money有什麼優惠 我們什麼地方可以做查詢的部分 這其實等一下都會講到 好 那我們就趕快往下走囉 這個到底什麼是line pay money呢 那line pay money的話 其實它當初在上的時候其實還蠻有趣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拿到這個很可愛的卡片 有沒有 這個是應該是沙利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 這叫什麼 這是鴨子嗎 這應該是雞吧 隨便啦 然後我就覺得沙利很可愛 所以後來我就是挑了這個東西 好 那那個時候好像還有另外一個是熊大吧 然後再不久之後 它又有出限量款的這個熊大跟兔兔 好像是那個戀愛的那個 就是雙幣合一的版本 所以其實我覺得優惠卡 這個除了優惠卡公司 不是很會賣他們自己的產品之外 我覺得一卡通也不遑多讓 他們也出了很多種不同的款式 包括像這種就是非常有紀念性質的限量款 然後你看它是有點半透明性的 好 像這個東西的話其實都是收藏性非常的高 它就有點像我們之前介紹的這個所謂的 幼幼幅馬 天龍支付的部分 那麼其實都可以跟你的帳戶進行這所謂的連動 所以你這邊如果用了錢不夠了 那麼它可以連動到你後頭的這個電子支付的帳戶的錢 直接再輸進去 就是設定好之後其實自動儲值 它就會把你把錢一直儲進去了 所以它也算是可以拿來解任務的 所以這兩個其實都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們也都發行這些所謂的限量的款式 限量的商品然後是要送給消費者這樣子 所以NiPay Money的意思大概就是 它其實就是所謂的電子支付帳戶 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往下走 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更多 到底什麼是NiPay Money 這是什麼鬼的話 請你把你的手機拿起來 現在趕快掃碼 好 閱讀一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也是寶可夢寫的 好 所以很多人就是到底問我 都在問我說到底什麼是NiPay Money 我都會把這篇文章丟給他們 好 因為我有持續的在更新 好 那上面寫的定義也都是非常清楚 所以你真的不了解什麼是NiPay卡通 或是NiPay Money的朋友 也請你就是掃碼 花一點時間理解一下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金融產品 好嗎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往下走 好 那這一篇 呃 你看到這個表格 其實是我在那個 一卡通的官方網站裡面去 拿下來給大家看的 好 我覺得 你這邊仔細的看一下你就知道 就是 其實NiPay 或者是 一卡通這邊 它是 它這邊應該寫個 NiPay Money 對 所以就是說 跟銀行賬戶進行聯動之後呢 那你可以進行 提款 儲值 或者是自動儲值 也可以轉賬給親朋好友 甚至是發紅包都可以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它 有廠商願意出來辦活動灑幣 我覺得這是大家最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 打破了 為什麼 因為就是像幾年前 去年前年 那個 NiPay 一卡通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 接口 他們都有進行這個所謂的 大灑幣的活動 然後讓大家就是一起來 就是抽獎啊 或者是時間到就是來搶紅包之類的 非常好玩 所以我覺得這是大家就是過年時候最開心最開心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這個電子支付業者應該要多多有幾家就是在過年前就是這樣開放營業 然後又開始來撒好幾億好幾百萬這樣子 然後大家領錢就領得超開心的 所以這是我對電子支付最深的印象 就是說只要逢年過節有活動大家又可以來A好康 這是很有趣的 所以 也因為就是他們撒幣 然後讓我們的台灣的消費者會更知道這是怎樣子的一個產品 進而持續的去使用 像我現在就是偶爾要轉賬給這個所謂的粉絲嘛 因為有時候你們 會就是中獎 然後我要匯錢什麼的 除了傳統銀行帳戶之外 有時候也會用這種類似的管道來去 就是給大家這個所謂的獎勵 然後甚至我們 我們卡板幫有的時候在 KOL我跟輝哥然後還有CW我們幾個人 在那個所謂的匯錢的時候 其實也都會用Line Pay Money 這其實是很方便的一個一個做法 所以這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看中間這一排的Line Pay Money的餘餌的部分 你也可以在Line群組做分帳 然後照顧餘餌的支付 甚至使用停車 這所謂的乘車碼嘛對不對 乘車碼就是可以搭Line Taxi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使用上面也都是很方便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就會知道說 你的Line Pay Money 這個帳戶可以做哪些事情 其實這個表格都寫得很清楚 那像剛剛講到這張卡片 它其實就是iPath一卡通的卡片 它可以幹嘛呢 就可以搭乘交通運輸或者是在特電消費 比如現在四大超商都可以使用一卡通嘛 所以它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都是蠻好有 可以做YouBuy卡之類的 這邊都有寫到這樣子 所以看了這個表格之後 你應該就會比較明確的自己理解說 Line Pay Money是可以提供怎樣的服務 那你也知道就是上一集節目裡面 跟大家都講得很清楚 到底說所謂的電子支付業者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這邊其實也明確的去寫到 對就是這個樣子 第一點就是它其實是電子支付 它不是第三方支付 所以它可以做儲值 可以做轉帳的這些工作 還有發紅包也可以 這是還不錯 那第二的話呢 其實它的前身叫Line Pay一卡通 但這個名字可能太奧口 人家也不太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後來他們就更名了 就變成叫Line Pay Money 這樣子 那片Money我覺得也是很長啊 你自己看像上面這邊有沒有 上面這邊你看到 它就是三個英文單子 然後很長的Logo 通常Logo不是要方方正正嗎 但是我也不曉得 是不是 蠻有趣的啦 這個Money的MO的那個O中間 就是它的一卡通的這個Logo在裡面 所以也算是設計上有巧思啦 那看它接下來會怎麼做 我們就是在靜觀其變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 就是說很多人都其實搞不太清楚 就是所謂的什麼是Line Pay 什麼是Line Pay一卡通 然後什麼是這個所謂的一卡通 剛剛講的Line Pay一卡通 就是現在根本有Line Pay Money 所以大家就會 因為名字很像 那就不知道說到底差的差異是什麼 所以我這邊做了一個表格 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這個第一個像Line Pay的話 它其實就是所謂的第三方支付 最簡單的就是說 你可以綁定信用卡 或者是有一些簽帳卡的部分 可以綁進去 最簡單的話就是 他們自己本身有聯名卡 中信Line Pay卡 那它最近不是聽說 有要出那個很可愛新的那個卡面 大家都還在做這個猜測的動作 我覺得應該會是這個所謂的 熊大這個珍珠版的卡面吧 這真的還蠻吸引人的 我就有心動想要再換一張來收藏 但是我不會刷 那第二的話其實現在 如果你要累積Line Pay點數 回饋高的就是 聯邦Line點卡 國內2%海外3% 這也是首選 第三的話呢 就是這個台北富邦的J卡 它也可以選擇就是 回饋Line Pay點數的 國內1% 然後日韓的話應該是3%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 也蠻有相當程度的競爭力 只是說 如果你要使用的話 其實你可能還 所以比較傾向使用 這個所謂的 聯邦Line點卡 因為它現在就是回饋比較好 而且回饋不上限 所以如果你是要在Line Pay上面 綁定信用卡 其實你可以選擇 這些都是高回饋的 或者是 把你自己本身的主力卡 綁進去Line Pay裡面 做支付 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 我就會綁我的這個 之前的虛擬貨幣 這MCO卡 這MCO卡綁進去Line Pay之後 你用Line Pay支付 全部都是MCO的消費 然後也可以享有 就是卡片儲值 信用卡儲值進去的優惠 再加上 這個MCO卡的 千賬卡的2% 的這所謂的 MCOB的回饋 這中間的 這個combo其實是 非常的有趣 所以Line Pay也是 我目前很喜歡 去使用的 這個一個產品 那也別忘了 Line Pay他們自己的 點數系統叫Line Points 這個Line Points 其實你也可以在支付的時候 做摺底 非常的好用 所以這個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這樣子 那第二個的話 就剛剛講到這個Line Pay Money 它是電子支付系統 電子支付的業子 所以它行業別有點不太一樣 那它可以綁定銀行的賬號來 把錢吸進來 然後你可以做轉賬給親友 或者是鐵頂出來 或者是直接把它弄到 這個所謂的卡片裡面去 然後可以進行這個 所謂的消費之類的 那它也可以在這個APP裡面做 繳水電費啊 繳那個你自己本身的 那個停車費的部分都可以 然後它最厲害的一點 就是還可以來繳信用卡費 那這一點的話 我們再稍後會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棒 個人最期待的就是這個活動 它只要捲土重來 我一定會大力分享 那它的支付模式 其實就是掃碼 就跟剛剛LivePay講的一樣 就是你要把你的那個結帳條碼出來 然後就是給店家掃 或者是你用你的手機去掃 店家的條碼輸入金額來結帳 這就是所謂的掃碼支付 好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就是一卡通 一卡通的部分的話 你其實除了你拿到這種限量版的卡面之外 你也可以去買空卡 或者是銀行也有發行這所謂的一卡通聯名卡 那麼美滿就是不足餘額的話 它會自動儲值500元 進去你的一卡通的卡片裡面去 那麼你就可以很自由自在去使用這些卡片 也不用擔心 錢不空就被卡住這樣子 所以這種有發行聯名卡的 其實都算是還不錯的這個服務 那一卡通最主要它就是所謂的電子票證 電子票證業者就是說你就是BB 搭捷運的時候最好使用的一個產品這樣子 那麼它可以從事的事情就是搭乘交通工具 或是Ubike這些都不錯 小額支付的地方如果可以使用 它也可以使用 比如說超商買東西 也可以這樣子去做支付 它最主要的話就是說 靠卡感應支付 它就不是掃碼了 它是感應支付 所以這中間還是有一些些微的差距 所以這就是Line LinePay家族的一整個狀況 那就是三個不同的類別 寶可夢都跟大家分析完了 所以你聽完之後你應該也可以成金了吧 就是也可以拿這個來跟親友分享這樣子 這個沒有非常困難 看看就知道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LinePayMoney到底有什麼優惠呢 我覺得這個應該大家都是還蠻期待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打開你的瀏覽器 然後搜尋LinePayMoney 那麼你就會到這個所謂的官網 那這個官網的部分呢 它就是有一些相關的 相關的可以讓你做這個所謂的選擇 我來看一下我這邊有 我來點開來看一下 等我一下 我也來做個搜尋好 因為我這邊有時候也是弄不太刀 好 好來我來搜尋一下 好這個 叫做 呃 LinePayMoney 好 LinePayMoney 好 然後你點了之後呢 喔 這邊一開始就有進來了 對 這個LinePay一卡通呢 其實就是它的官方網頁這樣子 好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就是去搜尋一些相關的優惠 我看一下第一個就是優惠活動嘛 你點了之後你會發現 欸 馬上你要的優惠就有了 好現在是目前最新的就是 欸 第一個 歡慶漢堡王上線 最高LinePoint10%回饋 好 所以你可以使用 LinePay的我的條碼 或是LinePayMoney 原本的一卡通 結任務都有回饋 好 那Ubike2.0在高雄也有活動 好 也可以有抽獎之類的 所以這都是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一些優惠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最後最後我有一個很 一定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這個 攪信用卡費用LinePay 好最高強 2%LinePoint點數回饋這個 我就把它稱之為 就是所謂的 地虎支付的奇蹟 這也就是那個 鄉民敲碗強勢回歸來 找卡費最高回饋2% 聯邦卡有賺起來 好就是聯邦銀行的Line點卡 如果你拿它來做消費 你的帳單再用這個LinePay幫你來繳的話 你可以拿到卡片原始的回饋之外 再額外給你這所謂的2%回饋 好 那上限的話它寫的是每一期為多少 300 好 那你往回推的話 應該就是要刷 除1萬5 好 1萬5左右 1萬5的2%就是300 好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每個月消費 是在1萬5以內的話呢 你其實使用這個MinePayMoney 然後來繳這個聯邦卡費 其實你是可以賺蠻多的 這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而且4月5月份6月份都一直使用 那它這個活動其實是第二次出現的 第一次的話是在去年的秋天 10、11、12這3個月份 然後那時候它給的好像比較高一點 是200點吧 300點 400點 好 400點 所以你就是賬單的金額繳2萬塊 然後連續3個月繳6萬塊進去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的2%回饋 這麼多 好 那你在賬上的錢的話你就不要退回來 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它消化掉 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常常在使用 這個Line點卡的部分 那你這些費用其實都是可以把它充銷掉的 好那現在的話 因為這活動第二季就是4月5月6分 這3個月份快結束了 所以如果您之前就是沒有把握到的話 我也建議你就是趕快想辦法去搞到一張卡片好嗎 因為這真的CP值超高好不好 你現在如果不去用的話就真的很可惜 所以這個MinePayMoney的話就是一定要搭配 這個所謂的聯邦奈點卡 然後還有就是所謂的繳費的活動 其實你都可以A到不少好康 至少你拿這個來繳重手稅也是有回饋 好不好 重手稅平常什麼P都不給回饋的 但是你用這個卡片你至少還可以吃到這個2%回饋 4月份5月份6月份都繳1萬5就是4萬5 所以4萬5以內的金額拿來繳稅 都是有2%回饋 這也是我個人覺得說 非常非常有威力的一個活動 所以不要小看LinePayMoney 悠悠富他已經在驚奇之罪 但是我們的LinePayMoney還是非常非常有競爭潛力的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歡地虎之父的這個這個原因 然後你看這個獅子你就覺得他其實也不是就是 感覺上好像沒有什麼威脅性 他其實就是老神在在 他就是老大老大哥 就是市場上市占率最高的 所以他也在看其他的這些比較小的業者要怎麼玩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是可以好好期待 如果我們台灣的銀行業如果越來越競爭的話 其實將來當然一定是有越多的油水可以撈 所以我也希望說 今天的這一集地虎之父的介紹 LinePayMoney的介紹 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歡迎你就是在下面趕快來訂閱一下寶可夢的頻道 那麼小鈴鐺記得打開 每天我們都會有最新的理財 或者是信用卡相關的薪資 來跟你分享喔 好不好 喜歡的話趕快按讚留言分享給你身邊的節目 還有讓他們一起來認識我們這隻這麼可愛的老虎 地虎之父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